李俊慧宣布退役 伤病让我无法完成正常训练计划 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 今天下午 中国羽毛球名将李俊慧突然在微博上宣布退役 李俊慧表示 自己退役是因为伤病无法完成国家队的正常训练计划 为此 思想和精神也常常被极度困扰 李俊慧出生于1995年 今年26岁 在东京奥运周期 他与刘宇晨的组合开始展露头角 由于两人身高都达到1995 他们被网友称为双塔组合 过去几年 李俊慧刘宇晨多次获得大赛冠军 其中包括2018年汤姆斯杯和2018年世锦赛男双 一路走来 有太多的人需要感恩感谢 是他们在我成长的路上 无怨无悔的付出 来浇灌栽陪我 在我身处困境时 拿出爱心 伸出援手 来安抚帮扶我 让我一次次地站上领奖台 感谢恩师军导 感恩感谢曾经带过我教过我的教练们 也感谢在我身后默默为我付出的领队 队一等工作人员 路 总会有高低起伏 旅途之路更是如此 是你们在我登上领奖台时 给我掌声 在我低鼓时 包容我 鼓励我 也点醒我的问题所在 2017年我在一次超级联赛中 右膝关节半月板急性损伤 激进三度 合并鼓鼓远端 近鼓近端鼓挫伤 在此 我祝愿国语健儿们 能够一如既往地站在语坛最高领奖台上 骄傲地唱着国歌 仰望祖国的五星红旗 祝愿年轻的新生力量 能雄起勃发 打造属于他们年轻一代的辉煌 勇创佳绩